一名酒醉的男子跟同伴上了出租车 一开始还挺正常 可是车开着开着 男子的酒劲发作了 不停地把脚放在副驾驶和驾驶室中间的扶手上 还不停地用脚踹出租车司机 接着又开始对司机进行拉扯 司机赶紧刹车 随行的女同伴看到这一幕也很无奈 换位到后座去制止男子的行为 可是男子不仅没听劝阻 反而还变本加厉要殴打司机 你给我说什么 你给我打我一下啊 你给我打谁吧 王爷 你给我打谁吧 没办法 司机只得抱住了男子踹向前排的脚 女子拉住了男子的手臂 这才制止住了男子 喝点奶酒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没办法 女子赶紧付了车钱 将醉酒乘客拉下了车 面对这样的乘客 出租车司机也很无奈 来吧 感谢观看